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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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說上次拍完人生第一部車系列的第一集 之後好久未拍第二集 當然被人追債 現在就拍吧 我們今次介紹兩部車 首先是SUZUKI的SOLIO 價錢便宜 亦都細細部的MPV 之後有這部到處都見的日本揭背車 本田的Jazz 不過也有讀者跟我說 為何拍到這些實用的MPV 總是要是我 那麼悶 今次好了我不拍了 今次交給我兩個同事說 分別有Justin和Luby 交給他們說 提提大家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鈴 有新片第一時間告訴你 沒錯 除此之外我們還在Facebook成立了群組 Drivers Club 大家有興趣 記得加入來跟我們一起吹吹水 今天跟你說說這部SUZUKI的SOLIO 雙電湯門 微型MPV 可能你會覺得 看上去多長多大部 應該比Jazz的大 坐坐坐坐坐 Jazz的Wall Base 比這部更長 帶你進去看看 進來車廂 儲物空間還有驚喜 第一 杯架 左右兩邊都有 擺手機之類的 除了這裡有一個位置之外 前面這個箱也很大 裡面還有一個USB的接頭 這裡又有一個 旁邊這裡有一個散子兜 這裡旁邊還有一個勾 可以讓你勾一下膠袋 買一些粒粒粒的東西 勾一下 還有驚喜 一抽出來 買魚啊 買菜啊 十粒粒滴水 不用怕弄滿了地毯 一次過丟進去 貼心的設計 叫做家庭車 非常窩心的平地台設計 可以讓你由前面走過來 照顧一下小朋友 現在先說一下頭位 因為這部車是盒子的形 非常充足 我猜坐7呎應該都沒問題了 現在這個坐姿 可以調校到最後的位置 你可以看一下 非常stretch out 可以比美一些中大型的豪華廣車 旁邊也有一些杯架 放雜物的空間 還有餐桌 說到這個 很多車 現在五十多六十萬的車都要有選擇 二十萬有找 送給你 窗簾 作為一輛家庭車 尾箱空間 當然非常之重要 這麼大的行李也擠得下 下面還有一個秘密空間 哇 也挺深 小小的一個行李可能有機會放得下 如果想再放兩隻行李 還可以移動前 再不夠的話 攤平了 人也可以躺進去 先休息一會 Justin 你覺得作為第一輛車 有甚麼條件要滿足到呢 首先 不要那麼大輛 新仔 人人都怕大輛 不能拍攤位置 那麼快就 新仔應該也不需要快了 慢慢地 舒舒服服 這樣做到東西就可以了 是 那你覺得Solio是否滿足到以上條件呢 空間方面 我覺得是超乎水準 超乎水準 它的後座真的很寬 如果你退到後面的話 你的腳位是A6 E Class 都可能會更寬 還有它後面的性在 我覺得它是軟軟軟的 後面的椅子 也挺舒服的 另外很刺激的就是 兩隻電汤門 之前Spade那些 也有的 不過就是一邊電汤門 一邊電汤門基本上都夠用的 但是 你知道大家都是貪心的 對呀 兩隻當然比一隻好 沒錯 那駕駛起來你覺得呢 它也是配CVT的 但我覺得它有好處的就是 它有加減波的 它拍到M Mode 譬如現在不夠力 拍下兩顆 有些虛擬的波段給你用 但是聲音都會大一點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而且它的引擎很小 就是引擎而成為NA 但是你要做到省油 我覺得是合理的 起步都還可以坐滿人 我未知它是怎樣 但是如果兩個人輕鬆開下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的 它的力量 它還有一個混能系統 其實這車叫ISG 它就有一個電 就是你坐在這椅子的下方 在鑊油下面 是鋰電池 鋰電池 它就會幫忙一下電力 平時你用車內的電力幫忙 起步的時候也會幫一點 但是感覺到嗎 我鑊下去真的未必能感覺到 可能它到最後是幫你節省了一點 對 讓你節省了一點 很少 我看設備上不是太多 但是我留意到你這張椅子有得發現 現在三十多度以為試試 可以試一試 但是兩分鐘就好了 但OK 這樣也有一張亂燈 但只有你有 我就沒有了 我覺得這個也是 坦白的 香港最重要是它有冷氣 冷氣是OK的 而且我覺得這輛車對新手來說 也是不錯 因為它的視野很廣闊 看到前面這塊車頭玻璃 超級大 旁邊它的腰線也挺低 所以窗子可以做得挺高 開揚感也挺好 連A柱這幅玻璃也挺通透 可以說到很多 前面也沒有什麼死角點 我覺得新手體位來講 泊車也挺容易處理 而且車頭很短 對 車頭很短 如果我問你這部車 有什麼地方你覺得要改善一下 或者你自己不是太滿意 兩體 以它十多二十萬的價錢 你要它很片得 它一定不是 是啊 它的懸掛也是很軟的 很舒服的感覺 換起來就是它的Ride 我覺得也算是舒服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過一些彎 你真的速度高一點 過一些彎 它真的信心未必給到你這麼高 自己遷就住 但是這些車也不是用來劈的 加上用 對 對 對 今天另一位主角就是本田的Jazz 是RS的版本 其實Jazz的長度大約相等於一部 迷你五門版 所以其實長度來講是容易處理的 對於新手來講都是不錯的選擇 由於這一部是RS版 你會看到LINK是用了16吋 或者整部車的包圍 擾樓那些都是比較Sported 萬一這個尾翅滿足不了你 其實Jazz也出名 有比較多的改裝配件 有興趣也可以研究一下 這一部Jazz的擺空間 就是很典型的日本車 夠用的 貼心的 比如說 門邊有位置放一支水 然後前面也可以放兩支水 有位置放銀包 油卡 我最喜歡的就是軚盆旁邊 還有一個位置可以放多一支水 或者咖啡 那些都可以 到旁邊 這裡還有一個位置 可以放一些比較深的東西 可以是水 電話都可以 裡面也有USB插頭 以及12V插頭 說完司機位 我們去後面看看 這部Jazz 出名的空間 叫做同級 數一數二最闊落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前面的座椅 座椅是正常的 大家都知道我不算高 但其實你看到腳位 都是非常充足 頭部空間亦有大量 跟前面一樣 旁邊門邊都有位置放水 旁邊可以放一些散銀 坐下去的感覺都頗舒服 說到Jazz那麼實用 試試它的尾箱 放一個正常的行李 當然完全沒有問題 另外我覺得它的空間 其實是算是挺實用的 萬一都不夠用 怎算好呢 不要緊 其實這部車 都有很多不同的花繩 譬如說 很多車都有 首先就是將後座 可以拉到全屏 就可以用後座的空間 去擺行李 另外有一件 我覺得挺特別的 就是可以將後座 在前面反起它 好像戲院椅一樣 最好就是可以放一些單車 或者盆栽這些直放物品 另外還有一個 我覺得這個花繩是挺有趣的 就是可以將車廂變成一張床 你駕駛到貴貴地停在旁邊 就可以休息一下 Lubi 我覺得 很多人第一次買車的時候 不知為何會想一想 這部Honda Jazz 你有沒有發現呢 會呀 不單是發現 本人一開始買車的時候 都會將它列入第一部車的效率 你的原因是甚麼 首先就是因為細細部 樣子都有點形容 即是你是貪汽它的 而控制是尺寸的問題 還有省油 也是主因來的 OK 那車廂空間那些有沒有吸引到你 車廂 其實我自己不是太重要的 但這一部的好處 其實都是闊落的 我覺得挺靈活的 即是這些位置後面的排椅子可以向前接又行 下樓接又行 這個設計是挺聰明的 而且第一部車 你身邊的朋友或親戚 一定會一起貼車坐下 也要考慮一下乘客 那你自己駕駛駛又覺得怎樣呢 是否適合一個新仔或是第一次駕駛的人去使用呢 譬如說這些A柱位 其實都容易看位的 前後窗也夠大 又好通透 拍車又有拍車鏡頭 又有感應器 所以都很足夠 那這部Jazz RS 之前我也試過的 一百三十多匹 現在的駕駛車來說又不算很差 你自己駕駛的感覺如何呢 其實數字來說 我覺得是夠用的了 唯獨斜路的時候 真的要大力一點才不去 當你大力一點的時候 它的聲音又跟著你 就會很粗糙一點 但可以接受的 第一部車或是新手 又不會介意這麼多 它又有Pedal Shift CVT也有給你玩一下 很有趣的 它在波棍上是沒有的 但有Pedal Shift 那也OK啦 是一個Bonus 這些車仔 其實又不是說真的很有用 但久不久 被你按幾下都挺過癮的 最後問一下你 有沒有甚麼可以改善一下 或者都不是太滿意的地方 其實這部車 以任務車來說 我都算是收貨 不過如果真的要我挑剔的話 我就不太喜歡它 沒有甚麼實體制 譬如說你可能調校收音機大小聲 又或者是調校冷氣溫度 這些我駕駛車 我比較難去控制 如果有一個扭扭的話 我比較 雖然它的軌道上都可以調校 即是你是堅持車內 沒有用那麼多觸碼的按鈕嗎 對 我也是比較傳統的 儘管看看如何 好像快要出新一代了 是 快的了 到時看看新車會不會有些不同